字幕翻譯 Hello 各位早晨 現在時間是早上7點 我們準備出發坐車去機場 去Queens Town 跟我一起去機場去Check In 吃早餐再帶大家看風景 這次乘搭的航空公司是Jagstar 機程大概兩小時 轉眼就抵達了皇后鎮國際機場 現在我們就在Airbnb走出來 現在因為下月所以我帶著帽子 我們完全沒有帶任何傘過來 現在就去附近一個supermarket 那裡才買東西 買一些日用品等等 然後就回去休息一下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戰利品 現在買了一些菜 還有番茄、奇異果 兩瓶水是放在明天裡面 因為我們民宿原來沒有直接過濾水可以喝 所以會比較方便一點 買一瓶水 然後有些香燒 咦?買一瓶牛奶 大致上就是食物為主 也不會買太多東西 我們來到市區一間很出名的雪糕店 Patagonia Chocolates 它有不同的口味可以選擇 這間店在皇后鎮可以說是人氣第一 當日是全店滿座的 不過我們實在太累了 所以最後都沒有吃到 就直接回程了 希望日後都有機會 今天在 Queenstown 一天的行程 現在已經完結了 我們就準備回到安祖國 去休息的時間 現在是晚上7點已經很冷 大概是8度左右 以我所知 我應該是更冷 不會只有8度那麼少 所以我們回去就準備休息 然後翌日7點就要出發去玩雪 YA YA 好 明天見 再見 我們剛剛上了那輛雪山的巴士 我們剛剛上了車 幸好家人找一找 就知道我們應該排另外一條 因為這裡有三個雪場 如果你排錯另一條 就會走遠一點 第一課的Bikinland Class 應該是10點半就開始了 希望我們現在好像9點幾 希望都趕得及上去 還有今天天氣也是不錯的 我覺得不會下雨也沒有暈 因為昨天真的下雨覺得很厲害 所以希望我們等一下都會順利 補充一些資料 這次去的滑雪場叫Coronet Peak 要先在Dude Street總店報名交錢 詳細資料可以看回他們的官網 這裡是一個超美的景色 有一種上了仙境的感覺 推介大家上車之後 坐右邊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這個美景 車程大概45分鐘便會到 好 我們到了 我們現在剛剛穿好衣服 準備去滑雪 後面這些就是储物隔 這個後面就是有些錯的地方 另外剛才那邊也有一些可以租帽 還有這些鞋 鞋 褲等等的物品 但是也建議 例如頸巾 有些Google這些 都要自備或者你到時即場去買 不然這裡是不能借的 買到租 我覺得都不覺得好像有得買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廢話小剛來跟我一起滑雪 在Bikin Area會有一條書送帶 就是送人上山再滑下來 稍後我就獻籌給大家看看 我速學一日的成果 瘋狂炒傘的我 連教練都要避開 真是超不好意思 不過個人的小技巧就是 身體要保持放鬆 屈膝 擺動你的身體 和雙腳轉換方向 至於實際就 不用想太多 直接坐下就可以了 Hello 我完成了下午第三次的 Skibon滑雪 現在還是休息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看 這裡的景色是怎樣 你可以看到有一條路 會讓你上去走 你方便可以上到最頂 其實這只是初學者的一條路 讓你走 我們在後面這個位 有一些是直接上山 是讓你從上面山到那裡 再滑下來 我們的Level顯然未到這裡 所以就留在這裡 學習 應該四點多就會關門 我們就 遲些再見 來到下回預告 下條影片會帶大家去玩 Jazzball 森林的繩索 還有一齊去行山 還有Ice bar的初體驗 有興趣就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熱愛旅遊 分享生活的Kathy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